整容一直是娱乐圈的敏感话题 只要谁的脸看起来有些不一样了 就会被说成是整容 其实整容不可怕 越整越丑才尴尬呀 近日一直被整容传闻传声的张萌 现身直播 脸部的变化让人完全不适应 甚至有人直言 他没有以前好看了 而张萌面对网友的质疑 也大方回应 从自己在经过一些脸部调整之后 发现有些地方确实不太满意 所以后面又去做了剪法 还说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就好了 不少网友还因为他的坦诚转粉 其实张萌在刚出道的时候 样子十分清纯 2008年 在倚天涂容剂中扮演猪耳 面容娇俏 十分讨喜 客串美人心剂中的位子 敷面回眸 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之后还出演了《夏家三千惊》 也是十分可爱的 但是之后围绕他的绯闻越来越多 而最具话题性的也是整容变丑 让人大呼可惜 除了张萌 娱乐圈也有不少明星 为了变美进行面部调整 最后只能白白葬送前程 首先要说的是李清明 当年他凭借爱情公寓大火 剧中他表情丰富 颜值也是十分高 但是近几年出现在公众视线 被拍到面部浮肿 完全没有了当初的可爱模样 另外还有王心灵 之前也是偶像剧女王 方脸的她反而更具特色 但是现在完全变成了瓜子脸 身上多了些学网红气质 小编觉得 对于明星而言 想要变美也是可以理解 不过本身 是